現在在桃園的虎頭山 這個Bruce 你幹嘛 你現在在幹嘛 我在接電 接電 是發生什麼事 你的車子拋錨喔 電瓶掛了 電瓶掛 是哪一台車 這一台 你又換車啦 IS200 這個很老車不死 只剩凋零是不是 可是還是 剛剛還載我們來這邊啊 對不對 它還是有它一些特性 拍起來滿有趣的 對 OK 這個車子 真的現在市面上還是 在路上還是看到很多人開 所以我們 一定要來好好介紹一下這車子 這車子是什麼年份 2001 2001年 那不就21年了 現在22年了 可以看到當時也是屬於這種高配的 你看 豐巢式的水箱護照 你看下面下氣壩也是豐巢式的 整個車頭在當年應該是滿沙的 有沒有像那個以前有什麼EVO啊 然後那個什麼 Impreza那種 風格有沒有 但是它是Lessus 所以它應該也會兼顧一些 那種豪華車的那種氛圍啦 所以 整個側邊呢 看起來這裡就 怎麼變Artist了 這變成Artist 但是它輪框當年應該算是很高級的 你看這個感覺 對 5V的 然後 17吋的鋁圈 5V17吋 這看起來蠻好看的 然後側邊呢 就很像以前那個 我看那 AXIO AXIO不是長這樣子嗎 是不是 Toyota AXIO 然後 我們再往這個地方看 這裡就很像Tassel 怎麼 大小也差不多 對大小也差不多 年份也差不多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它是真真實實的一台Lessus 有沒有 那時候它很特別 就這個 這兩個是分開 而且它這個獨立 有沒有像那個什麼 那個火車交通號制 火車快來了就叮咚叮咚 那個 看一下豪華車的後向空間 表現我 豪華車 Lessus 結果 一組球具 大概寬度很不錯 寬度非常好 它這個 一直到這邊來 深度就 深度就普通 不過車也不長 所以也很難有深度 大概80公分到90公分左右而已 但是 就是 這車子 以這樣子的車格應該還算不錯 欸 後座空間看一下 你坐那邊 我坐這邊 先看一下門板用料 唉唷 幾皮的 欸 軟質的 幾皮的 來坐進來 這也是 複合式的 真皮跟幾皮 唉唷 果然是高級車 坐來看看 前方 我已經調整到我的坐姿了 剛剛我開車 所以也是我的 對 只剩兩個指頭 你那邊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幾空間來講 身高181公分 這樣坐是 只是剛剛好 頭部 頭部剛剛好 對啊 就是碰到了 IS系列的空間 好像表現都不好 寬度也是 你看我們兩個 這個還有一個 會不會有籃球 一樣耶 還真的是 頭卡的車都是籃球 所以那個 KAMERY是正常的 對 但是它的籃球聲 比較小聲 它比較高級 它的緩衝比較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寬度 我們兩個這樣 沒有自備架 對 沒有自備架 就是一個皮這樣子 而且 皮好像不錯 還真皮的 還不錯 還不錯 後方沒有冷氣出風口 但是有一個自備架 自備架在這裡 坐在這邊 有點淺 不小心就翻了 一煞車就翻了 對 然後中間有一個非常大面積的 鼓起面積 但我覺得好像 比那個 新的IS還小 新的IS幾乎到上面來了 有道理 它是後輪驅動的 對 它後驅動 所以它一定有一根重船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前方 直接看一下 這邊真的感覺很像 以前的TOYOTA 長一模一樣 幾皮的 後面一定是幾皮 可是這已經 這已經 可以掀裙子了 哇 你看這 而且電動椅 另外一座也是電動椅 我們直接坐進來看一下 雙裙子 兩邊都是雙電動椅 雙電動椅 哇 這儀錶板超帥氣 你看 一二三三 一元裡面有三元 再加上 喔唷 然後Lessus 其實這 這把它換成TOYOTA 它會變TOYOTA 這個方向盤 跟以前TOYOTA幾乎一模一樣 然後 然後 這個 冷氣 這是 這是恆溫的 單區恆溫空調 然後 自己去改的JBC 欸 循跡防滑 就有了 這也是蠻特別的 然後現在買一台車 也是 也是這樣設計 喔 一個圓形 圓形的話 那個Cold Plus Cold Plus 有點像 4AT變速箱 欸 還有Power Mode 跟雪地板 動 動力檔跟雪地檔 欸 這個感覺現在很多TOYOTA也是這樣做 像CAMERY也是這樣 對不對 像喔 一貫 一貫的那個 然後沒有電子滑車 用手拉式的 欸 還有天窗欸 會不會漏水 不會 冷氣好像還蠻涼的 我現在腳已經在涼 大概是這個 欸 定速 喔唷 該有的也都有 這個是霧燈 喔 大概氛圍是這樣 氣囊我記得是4顆 4顆氣囊 然後後面它改款後的 好像有6顆 6顆 這還沒改款之前對不對 好 那這車子呢 雖然很害怕 但是我們還是要上路去試開看看 哈哈 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我們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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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 要停下來才可以分享 嘿嘿嘿嘿 引擎的聲音怎麼那麼大 什麼 我覺得它應該是 不是因為它是性能車聲音的 careton 它有那個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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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聲音喔 所以排氣管可能有破掉 它這個車子是怎樣 這是你朋友的 朋友的 那它就是 什麼時候的車 先問這車ty 車名 2000… 2001年嗎 你現在開了 明明兒才大 我兒子 我兒子起歲了 才21歲了 欸 都可以出社會了 就可以當兵了 這個是 現在開了283124公里 28萬多 還沒30萬 其實以里程來講的話還算普通 沒有說很多 對 因為也是很多開到560甚至翻表 那這台車現在在路面上還是看到很多 還蠻多的 因為它很好照顧 很好照顧 因為它引擎是2000cc渦輪 2000cc NA NA 植6 6缸的 對 植6 但是就是NA引擎少了一個渦輪 所以它少了4AT 4AT變速箱就是很簡單 就是加迪克隆3號 D3的變速箱有 就是大家要知道萬年不變的那個Toyota變速箱 就是那一個4AT變速箱 只要不是CVT 好像就不會壞 對 然後這個車的特點 它現在還留著的特點應該就是主要就是後驅 後驅 雙A杯這些 然後它的引擎是比較自中的 它是重置引擎 重置引擎就是 而且它還植6 6缸 6缸 植6 它確定是6缸嗎 對 6缸 那不就很大一顆 它車頭沒有很長 對 它真的是植6 然後它的引擎在這 然後它的避震器塔在中間這兩邊 很多車是在後面 它在這裡 所以它的配重什麼底盤的設定 比較適合運動一點 它的重心比較偏後面一點 對 所以早期很多人會用這種四驅車做 做甩尾或什麼 可是因為剛剛我有這樣開 這個車子就是 雖然你剛講的那些配置感覺都很神很了不起 但是我剛剛開 軟軟的 因為它這台車 一方面它這種配置 尤其是配上四速 就是它整個你開起來 你只會覺得它溫溫吞吞的 所以通常那些真的有去玩的人 都會把引擎變速箱都換掉 換掉 他們真的都換掉 剛剛這樣開 這台車已經21年了 所以有一些東西都磨耗掉 比如說像這個變速箱的時候 在換 比如說N檔入D檔它會咕一聲 N檔在入R檔的時候它會咕一聲 就是會有撞擊感 R檔更重 對 它大概是這樣 我弄一下 好像又還好 有熱的 有熱車 反正就是它會有一個明顯的斷差 但這老車基本上都沒辦法 就這樣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 這個車主 二十幾萬公里以來 全部都在原廠保養 原廠的 這有在勾車 怎麼勾到這樣 可能有三單 皮全部都已經壞掉了 這個就很像歐洲車那個天篷 天篷踏下來 它天篷沒有它 反正是旁邊 對 剛這樣開下來 我是覺得 科技真的有在進步 有在進步 現在可能一台普通Artist 它的操控 操控 準確度 我都覺得比這個好 因為這個剛剛在甩的時候 我覺得 因為剛剛那個虎頭山的 比較大的回轉 我大力的轉下去 它就 快飄出去了 怎麼跟我印象中 兩種性能車有 有一點點落差 對啊 我開CC都沒有這樣子 CC的操控好像也比這個 CC大概就是重心比較高 所以感覺比較 不會 CC我覺得開起來的操控感 它轉向還比這個很精準一點 這個剛剛我要趕快煞車 然後轉多一點 對 它理論上 是後輪驅動 應該是 它可以 過彎很順 就是轉向會比較過度一點 對 但是這個車子 我覺得就是 Artist的 外型像 Tussell Tussell 開起來沒有 比較硬 反正年紀也比較大 所以 也就是說 它本質都有 可能是老兵的關係 所以如果 有對對真是 全大哨狀 想要擁有這個車 就是要花錢去整理 要啦 像這個基本 我們現在看到的 引擎腳 變速箱腳 可能要先 先處理 先處理 然後變速箱 可能要做個整理 先換個油 先換個油 可能避震器 也可以再升級一下 然後 還有什麼 這些外觀 我覺得應該要再花個幾萬塊 要處理 倒是它的底盤 過坑洞 還沒有那麼 還沒那麼早 喔 它沒有那些應運 那個 CRV 那個 對 所以它這一台車 現在是怎樣 準備要報廢 是不是 這車子還能 還可以跑來虎頭山 它現在要報廢掉 所以它現在是 叫你幫它拍一下 應該是報廢啦 然後 我當初是覺得這個車 算是 有點感情 原本想說 看有沒有機會 讓它繼續奔馳 可是我覺得 要整理的部分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它是 你是中古車商 中古車商買來 買這個 收這個車來 一定是要討論一下 這個整理完 這個 絕對沒辦法賺錢 而且可能虧錢 保證沒辦法賺 因為它市場行情 有個市場行情 它這個行情 現在就大概那樣子 對 所以假設說是 對這個車子有興趣 買回去自己整理 然後它又可以 大概可能 車主報廢價 再加一些些這樣子吧 對啊 就換新報廢 所以大概就這樣 對 這樣子買回去自己整理 自己邊開邊玩 其實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 各位數的價錢 假如只是 邊開邊玩 然後慢慢整理 也不用說一次都整理起來 所以是怎樣 我今天如果沒有 借你這台車來開 它等一下真的拿去報廢了 對啊 還好我有看到 還好有攔截一下 不然它報廢了 它本來是叫你幫它開去報廢 沒有啦 我就想說 報廢錢先等等 對 先等等 真的救不了 對我們來講 不划算 除非我自己留著開 除非自己留著開 除非自己留著開 就不用去管那些 什麼管銷費用 或要整理到什麼程度 但是 這個 如果幾萬塊買到一台Lasus 然後 又是什麼雙A貝的懸吊 又是後輪驅動 又是直列六缸 而且這六缸 它換油只要4公升 還4公升 它不用用到6瓶油 所以保養比較便宜 你看個位數 平常現在個位數 能買到Vios March 然後 老一點 搞不好還不止 老一點的Artist 大概就 就這樣 然後或者是 但是你看 假如你也是用10萬內 你可以買到電動座椅 然後剛剛你講的 這台操控 一定又比剛剛我講的那些 國民車 會好一點 像Tesl 現在你買的 5-6萬 安全性也比較好 安全性對 剛性還有它的安全氣囊 會不會爆 這麼老會不會爆是一回事 最少有 最少有 對啊 所以它 以這個價位 它還是有它 可以留在 就是有一些人 假如願意代步 喜歡老車 代步車 有點愛 你願意花一點錢整理 但是這些整理不是壞掉 是耗材 對對對 好啊 那今天感謝Bruce 讓我們有機會試到這台 一代名雕 我們的IS200 如果說 這個車子買來整理 然後拿去賣 勢必是不可能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價值 沒有什麼投資的價值 但是如果你是要買回去自己開的 然後慢慢來玩車 然後整理 其實這車子還是有很多 升級的空間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剛剛給大家看 28萬公里 從頭到尾都在LASUS原廠處理 真的 我們還是 很有愛 很有愛 對 那我們 這個Bruce 這個車子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直接跟Bruce聯絡 現在沒有他的聯絡方式 如果你買了 如果改到很漂亮 弄到很棒 歡迎來跟我聯絡 來一起分享你的愛車 我們今天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會不會 可以拍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如果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誰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